这个地方定义这个范围的叫这个名称 那假如说我已经定义好两个名称的话 那以后我怎么知道到底我现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多少个名称对应多少个范围 你要管理的话 那特别注意可以到哪里 到公式 它的位置在这里 公式里面有叫名称管理员的东西 也就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 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 通通会记录在所谓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 这个有点 其实就有点像把Exail拿来当一个关联式资料库来用 所以其实说真的 你现在用的功能 就有点像把Exail当资料库来使用的那种概念 所以慢慢有的人其实慢慢就不太会不太用那个Exail资料库 主要原因是那个Exail资料库真的太不友善了 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像Exail这么方便 到处都有 所以大部分就可以直接干脆就把Exail拿来当资料库用 那如果你要把Exail当资料库用的话 那你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名称管理员 因为它就是有点一个观点式资料库的概念 而且透过View函数 你就可以把对应的关系通通都抓过来 还有一点后面有个范例 所以我们会用到Indularize函数 Indularize函数也可以对应到一个名称 所以这个当然都有层层的关联性 所以这个部分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功能不熟悉的话 回去可以再多多练习 是 请问那个 像这个名称 建议的这个 所谓的就是 这个地方有个数量的限制 对 那这个有没有数量的限制 没有数量的限制 对对对 有很多个数量的限制 很多个很多个 但是尽量就是你要有固定的逻辑 你不要就是说定名称太奇怪 还有一点可能顺便讲一个 定义名称的开头 绝对不能是数字 比如说你习惯像有的人 前面加一个01 02 03 前面就是 你的那个第一名称的那个名称 不能是数字开头 但是你可以把数字放后面 比如说你区域1 区域2 区域3 可以 但是你不能是1区域2 区域3 区域 这个名称不ok 反正名称不能数字开头就对了 这个观念 可能也不是只有在Excel 其实在很多地方也尽量不要 像城市设计里面也是一样 很多城市开头都不要用数字当名称 不然会出问题 这个也是固定的 ok 那可能 这也是 支援同学遇到的问题 问我 我看来 其实我 我都不会出这种错误 因为我们可能 很多地方都知道说 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也不会做这种 就是因为很多人遇到了 所以我就特别讲一下 ok 所以回去的话也试试看 把那个名称管理 这个后面还会再用到 很好用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画一个 那个我们要的这个表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出一个 第63页好了 这个假设 我们直接看这个 后面有个63页的这个 最后完成的 63页部分的话 就类似像这样 这个一个表 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 哪一个产品 跟哪一个年度 产品跟年度 产品跟年度 那你会发现 产品跟年度居然放一起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产品年度 还有区域 三个东西 全部放在一个枢纽分析表 一起来分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样比较热闹吧 如果你希望还要放其他栏 还可以 只是说呢 当然太混乱的枢纽分析 不恰当 反正就是说 你还是要斟酌一下 在可容许范围之内 你放需要的栏位进来来分析 那有的时候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看出本来 你看不到的相关的结果 哦 原来哦 原来哪个产品 其实它有潜在的这个市场 ok 从有些地方就可以看到了 但如果你没有分析的话 你是不会知道的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产品为主 年度为辅 而且呢 都一定在列标签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一定是放在枢纽分析表 那个右下角的 如果是左边这一块 就是列标签 那如果我是放在这一块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蓝标签 ok 这个概念应该要有啦 反正慢慢习惯说真的 枢纽分析表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那我就是抓最重要的部分 你一定要知道了 其他可能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也不要记太多 你也记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每个功能都全部跟你讲 你最后大概回到家 应该忘很快嘛 嗯 记很 记很慢忘很快嘛 ok哦 真的记很慢了 真的 然后忘很快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要特别把影片录下来 就是这里 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快应该上完 就累 而且今天要上七个小时 其实也还蛮虐待你们的啦 像我之前是建议说 尽量就是说可以分两三次 上 就是分几周嘛 对哦 那你回去还可以消化一下 下一次来 你还可以再吸收得了 不然说今天一整天七个小时 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在虐待你们啊 真的 真的 你们脑能量其实有时候 还要装别的东西嘛 也不是只有装这个东西 那 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 我还是讲 在讲完之后回去 你就自己回去再看一下 相关之后要包含讲义 还有包含影片 回去可以再参照一下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一样呢 我切到刚刚的这个资料来 第二个的话 你就插入什么呢 书纽分析表 那范围确定是不是这个 虚线一般 没错 如果错了再重选 按确定 然后呢 我刚刚讲过 我的 左边的部分 好 其实也可以参考 我们的 这个第六三页 我们要的结果 ok 就是六三页 然后呢 我的上面是那个 大 大 大手机就是产品名称 所以把产品名称 拉到列标签 这边有了 那下面还有个年度怎么办 请你把年度再拉到列标签 也就是说 他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栏位的分析 第二个栏位的分析 第三个栏位的分析 是不会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呢 在上方有区域 所以你再把区域 拉到蓝标签 这边就有了 那分析什么呢 分析销售的台数 叫什么呢 加总 预设是加总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不是说项目 如果你把它改成项目个数的话 它竟然销售几个 这边不是 要把它销售的加总 预设是加总 因为如果是数字的话 那这样都可以显示的出来 那另外当然 如果我今天 不是以产品名称为主的话 我是要以年度为主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把年度拉到上面 这个是这样可以颠倒的 年度跟产品名称 可以颠倒过来 你会发现 现在它的标签就变成年度 每个年度的产品 到底销售的台数是多少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以后呢 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那看你希望哪个为主 你就放上面 哪个为辅 你就放下面 然后其次的话 你就放藍标签 然后最后统计出它 要统计的结果 那就会是一个 这样的表格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它恢复了 我们要的结果 就是大概这样 就是产品名称跟年度 然后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还有一个地方 再来的话 这个蓝标签 跟列标签 你想说 哇 这蓝标签 列标签 有点碍眼 感觉放这三个字上面 在这边好像感觉不太OK 其实是不是可以删掉了 当然可以 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 可以Delete 按Enter 去掉了 你可以打字 可以啊 你上面可以打字 如果你不想要 显示任何东西 你会删掉了 列标签 点两下 Delete 掉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会不会让它变漂亮一点点 怎么变漂亮呢 当然你可以自己上颜色 或者你可以用设计 里面有所谓的 樞纽分析表的样式 那如果你假设 你不想要去找 到底哪个颜色漂亮的话 你就挑颜色吧 大概像这个 你用它 游标放上去 它就自动显示大概的样式 也不要太突兀了 我选这个好了 OK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 出纽分析表 就把它简单的 上个颜色 把它看起来不至于 会是那么的不美观 OK 那再来还有个地方 不知道各位没有发现 像这边有些地方是空的 空的表示 它里面应该是没有销售记录 也就是说 它那一年度 那个年度的那个区 那个区域里面 没有销售这个东西 那理论上 如果空的话 应该是要补个零才对吧 对不对 那你不是说 你之后自己再把上面补个零 不是 所以你这边的话 怎么让它补个零 刚刚 这边跳出 点两下跳出来 其实你不小心点两下 它会跳出来 它会帮你把那个 那个资料另外再 跳一个详细资料出来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它补零的话 特别特别注意 不是说叫你自己在上面 输入个零 其实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说 假如说你分析的结果里面 如果里面的值为空的话 那你可以改成零 背一个选项 只是那个选项在哪里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日为空值补零的话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 这个什么呢 在选项里面 不过理论上应该都会在同样的位置 在哪个地方呢 在蓝位设定 跟这样 在这里 在选项里面 我们找一下 我这个版本是在 苏能分析表工具的选项 选项里面的最左边有个选项 苏能分析的选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有没有选项 我让你们版本是 反正就叫选项就对了 选项里面的选项 它叫苏能分析表名称的选项 找一下 那其中的话 有没有 有没有 OK 那你们打开之后的话 可以看到里面 倒数第三个 若为 若为空白储存格 显示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框框 文字方块 那你可以把它输入什么 对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会不会是得到我们结果 那 有没有 这0就出来了 这个功能也很重要 如果你不会这个功能的话 变成你将来是自己要 在做列印之前自己再补个0 当然就不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选项里面的选项 在若为空白储存格 显示为0 这个地方的话 再把它加上去 那这样的话会更完善 所以 只要常用的功能 我就会跟各位再特别提醒一下 那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要再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什么呢 这个图的话 把它图像画 那那个图的部分的话 我如果今天希望画出 长得像 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在第几页呢 第68页吧 我第一个 我希望呢 我的标题 是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图里面 之前是放在图的外面 或图的上面 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有个图 这个叫图例 图例的话呢 就是说呢 之前我们好像放在 预设式右边 那如果今天希望放在左边 之前好像会把它删掉 那你如果假设 我希望呢 放在这个 左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它这边有一个隔线 如果我希望呢 隔线部分的话 主要隔线 这水平隔线 主要跟次要都要 纵向隔线 只要主要的 OK 那另外的话 背景 帮我做一个类似 像这样 上面是 黄色的 下面是 蓝色的一个建成 这个建成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有个说明 这个说明的话 有点像一个考试题 一般正照考试的题目 有点类似 长这样 就是 它底下就是 移动 有没有 所以有1到7的说明 那 请各位 试试看 把1到7的部分 试着做做看 1到7 做一个那个 图表 然后 这个预设的色彩是什么 黎明 然后把颜色改成黄色 那在绘图区 所以特别注意 这是有几个 包含就是 帮我把 画出来的图 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增加这个什么呢 这个图表的标题 并且自中 大小24 微软正黑 并且加出 然后图例要放在左边 还有资料标签 终点外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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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刚刚有用 有用过了 其实这个资料标签 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 如果你那个图上面 没有一个 这个标签在上面 其实 你看它这样对照 其实不好 不方便 所以一般习惯 会把它增加一个 通常会放外册 放内册的话 也是有 如果内册 我觉得缺点是说 你假如说 你的字的颜色 跟那个图的颜色太接近 那变成看不清楚 像刚刚都深色 都完全看不清楚 所以放外册 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如何画那个水平隔线 要主要跟次要都要 垂直隔线 只要主要的 再做绘图区 填满的健身色彩 绘图区指的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底 把这个效果给做一下 所以试试看 相关功能的话 其实我后面 在69 第70 70页以后 其实都会有位置 只是这个位置 我之前的截图 有点忘记 我是用那个 这个好像是07的 还是用10的 那其实大致上 应该差不多 试试看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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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